美國國務院一名發言人表示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三 在印度新德里會見了西藏精神領袖 達賴喇嘛的代表 國務院發言人說 布林肯和藏人行政中央代表 中群歐豬進行了短暫的會晤 近幾個月以來 隨著中國人權紀錄受到外界 尤其是來自美國的批評增加 國際社會提升了 對藏人行政中央和藏人權利組織的支持 去年11月 藏人行政中央前施政 落桑森格訪問過白宮 這是60年來第一次的這一類訪問 一個月之後 美國國會通過了西藏政策與支持法 呼籲藏人有選擇達賴喇嘛的繼任者的權利 並向北京提出了 美國在西藏首府拉薩 撤落領事館的要求 布林肯與中群歐豬的會晤 是自2016年 達賴喇嘛在華盛頓會見 當時總統奧巴馬以來 美國官員與西藏領導人最重要的接觸 中國政府說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 並將達賴喇嘛列為危險的分離主義者 布林肯星期三還會見印度外長蘇傑辛等官員 隨後將會見莫迪總理 預計美人雙方將會討論新冠疫苗供應 阿富汗安全局勢 以及印度的人權紀錄